PS5有没有必要上4K144的显示器或者电视 如果你玩战神、老头华、足球或者篮球 双日成型、街霸、机品飞车这类的游戏 或者绝大多数游戏 4K60Hz的显示设备就够了 可以玩得很好 这也是主流的 但是如果你玩COD19、20这类的设计游戏 或者其他支持120Hz高刷的游戏 是不是有必要上一个高刷的显示设备呢 这也得区别对待 我们以使命召唤20的剧情版为例 COD20的剧情版是支持120Hz高刷模式的 但是我劝你最好关了 因为开了高刷120Hz之后 它的分辨率下降很厉害 大概不到2K 是介于1080T到2K之间的一个动态分辨率 说白了有点像PS4游戏的画面 如果你玩COD20的联网对战竞技模式 那倒有必要开一个120Hz高刷模式 为了比赛成绩提高帧率 损失点画质 这也倒没什么 那问题来了 是选4K144还是选2K144呢 这得要看钱包了 目前2K144的显示器大概是1500左右 4K144的显示器大概3500左右 其实我倒建议选2K144可能更适合更多的人 因为2K144或者165这个级别的显示器 一是价格不贵 二是也能体验到PS5的机能 因为就算你花更多的钱买了一个4K144的显示器 或者4K120的电视 你如果打开120Hz高刷模式 它的分辨率也会降到2K左右 所以说也没这个必要 性价比不高 还要多花钱 当然副歌除外 另外2K144 165这类的显示器 也更适合玩电脑游戏 一个中端显卡3060Ti 4060Ti就够了 可以玩2K的高刷 如果你买一个4K144的显示器或者电视 你还得配一个4080 4090D这类的 这个级别的显卡 那就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 1080P144或者165的显示器 我看就算了